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效剔除了锤子剪子布游戏中的各种弊端 能公平解决巴勒斯坦的国际争端 脑袋被驴踢了的范老板 以200万英镑高价将这个发明买走 此情此景真想说一句 大忽悠 请收起我的膝盖吧 一夜暴富的勤奋就这样子踏上旺盛征婚的路途 第一个来征婚的是老朋友 男的 看他浓妆艳魔就深深暴露出他是个gay 勤奋只想找个女人 只好跟他拜拜了 第二个相亲对象是个女人 很漂亮 但只是来推销墓地 尼玛 这推销太没操守了 第三个见面的是性感妩媚又忧伤的政务长梁笑笑 两人很快就不欢而散 梁笑笑随即追上去 要求与对方喝几杯 两个心情不咋地的单身狗 玩了把酒后土真言 勤奋了解到梁笑笑正在做人家的小三 而梁笑笑知道了勤奋曾经有过禽兽行为 彼此都这么三观不正 就约定以后不再见面 勤奋在海口机场候机时意外听到已婚男给笑笑打电话 这下算是了解到梁笑笑给谁当小三了 并且他再度在飞机上见到梁笑笑 不久勤奋和梁笑笑同时到了杭州 俩人再度约见 梁笑笑陪勤奋相亲 而勤奋以男友身份 陪梁笑笑去见那个已婚男故意刺激对方 勤奋实在不愿演这戏就坦白了 这戏我演不了 别让我受罪了 只留下这对狗男女 然而不久打算和已婚男彻底分手的笑笑 找到勤奋说要嫁给他 但要求对方陪他去趟北海道 勤奋心里乐开了花 在北海道的勤奋老友乌桑 盛情招待了他们 三人游遍北海道各处 住得舒服吃得爽玩得太近 勤奋还进路边教堂忏悔 要说的罪恶太多 把神父给催眠了 在丛林里勤奋半座黑熊逗笑笑 虽然表面上很happy 但笑笑内心痛苦不堪 他终究忘不了已婚男 在一番挣扎后 笑笑来到海边选择了自爆 被救上来笑笑 虽然身体受了重伤 但情伤却治好了 这次从死到生的经历 让他彻底把已婚男从心里踢了出去 取而代之的是老盛男勤奋 两人在游轮秀恩爱散步时 又遇见了脑袋被驴踢了的范老板 《非诚勿扰》是由冯小刚指导 葛优 范伟 舒淇 方忠信等人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 在杭州西西景区和日本北海道区境 票房达到3.25亿元 成为2008年度十大卖座电影之首 2009年4月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亚洲电影提名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